劇場導演李煥雄推出新作品《星光劇院》 他在排練的休息空檔 半夢半醒之間 聽見年輕演員的喧嘩聲 驚覺自己已經逐漸邁向衰老 於是他開始提筆創作 這個半次轉性的作品 是李煥雄的劇場人生 他要在劇中展現出時間意識 生命厚度 還有劇場熱情 兩大主角也非常精彩 李天柱將要詮釋導演這個靈魂人物 而蕭艾要演出跟導演發生情愫 又分離的女演員 回首在劇場度過的歲月 導演李煥雄混為多年 再次提筆書寫原創劇本 將自身經驗融入作品《星光劇院》中 描述一對同為劇場導演的父子 所經歷的人生故事 劇場裡頭有很多看起來很簡單的人跟人的情感 但稍微多跨一條步 它就變複雜了 寫劇本的時候像告解跟懺悔 所以比寫一般的劇本 不管是改編別的劇本 或之前更年輕的時候寫的一些創作 還要辛苦 但是也有值得的地方 就是做完之後那個釋放性很強 那我希望把這種釋放感 然後也可以分享給喜愛劇場的觀眾 人力飛行劇團的新作《星光劇院》 時間橫跨了59個年頭 邀集了不同世代的演員同台 久未有劇場作品的金獎演員李天柱 將演出《靈魂人物》導演M 蕭艾則要演出跟導演發生情愫 又分離的女演員葉璇 我們現在看到的星星 它的那個星光 其實可能那顆星星一定不存在 它那個光是穿越了數百萬光年 可能才達到我們的眼睛 我們才感受到它的存在 現在看到很多的戲劇也好 藝術作品 音樂也好 可能都是累積了好多世代 他們的智慧 他們的天分 才流傳到現在 其實當我拿到這個劇本 當我知道了我的角色之後 其實我就開始去想 我這麼多年的演員生活 我的演員功課 所有的戲在我的身上 進出之後留給我什麼 穿梭在時間與夢境裡 李煥雄的星光劇院要訴說一段 關於自己跟劇場的生命記憶 謝謝 謝謝大家 給我們更棒的演出 讓我們更加期待